把人置残做成动物 你听说过吗 如果真的有十八层地狱 那么谁是这一项罪恶酷刑的人 地狱就应该是他们的归宿 今天不知君就来聊聊 古代民间罪恶之极的一种酷刑 采生哲歌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不妨先点个赞 关注一下 同志十二年 在金山东资博的庙会上 出现了两个街头蜂蚁的乞丐 他们一出现就引来了无数人的围观 只因他们带来了一个奇物 人面蛇 只见这两个乞丐打开了一个袋子 人面蛇慢慢从里面爬了出来 这条蛇体型比较大 除了面部 其他地方和蛇一模一样 然而正是这个人头 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它的无关与正常人无异 人面蛇在地上如同 还时不时有舌头从嘴中吐出来 这两个乞丐也借其收钱 收入颇风 不过很快有人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怀疑这是一起典型的采生哲歌案件 于是报了官 经官府的审查 两个乞丐说出了实情 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人面蛇 而是将一个小孩的四肢切除 再将蛇皮粘在他剩余的躯干上 时间长了 蛇皮就长在了他的身上 更恐怖的是 在这之前 他们已经试验了十几个小孩 只有他存活了下来 这两个惨无人道的乞丐 最后被限令判处大卸八块 但这很显然不足以平息百姓心中的怒火 讲到这里也许有的观众大体明白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采生哲歌顾名思义 就是采取发育正常的小孩 用刀砍 扶骁等残忍的方式 将其变成奇形怪众 或者说残疾的怪物 然而这一罪恶行为 一开始并非如此 采生哲歌这一酷刑 始于汉代巫谷活动的传播 在古时候 民间迷信 所谓的收彩生魂 也就是将人杀死后进行肢解 到了宋代 已经有了肢解人体 杀人计鬼的节目 虽说历朝历代都对巫谷行为加以禁绝 但总有人恶向胆边生 可谁知 后面竟然逐渐演变成 人犯的手中 谋利的工具 对拐卖来的孩子进行财生哲歌 是古代人犯的中 最歹毒凶恶的一种 他们人为的制造一些怪物 以此为幌子博取世人的眼球 借此获得路人大量的钱财 可以说他们毫无半点做人的底线 他们不找青壮年的男子 也不找妙龄女子 因为男子力大势目 不易勤活 又不易炫养 而女子在古代是极少在街市上 抛头露面的 因此 这些不法之人的主要目标 就是未成年的小孩子 他们采生时 往往利用种种骗术 假借家里人偷生恶极 家中发生急事 或者用物品去引诱小孩 一场行骗 几个人同时放风 得手后立即开溜 清末明初的清败类钞 就记载着一起 极度恶劣的采生哲歌事件 原文是这样说的 乾隆年间 两人牵一狗 体型较大 如穿马 剑毛森立 能坐子吟诗 而不能言 网官者诗意一钱 许官之 以素指求书 则大书唐诗一首 筹以百钱 同样的 官府知道这件事后 立即抓捕了当事人 经过调查发现 那条体型巨大的狗 并不是真的狗 而是一个人 据这个人写下的东西交代 原来 在他小时候 被一群陌生人给抓走 然后那些人给他喂了哑药 从此 口不能言 同时还养了一只狗 后来 人贩子选了一个吉日 在受害者身上刺出数千个针眼 趁雪势汹涌不断冒出来的时候 将狗杀死 剥皮 裹在受害者身上 这样 人和狗的皮就粘在了一起 永远也分不开了 等牙医们找到那些人贩子的老巢 都竟呆了 人贩子的老巢 摆放了许多木头人 而这些木头人 就是人贩子们的魔剧 他们每到手一个小孩以后 让他们自己选一个木头人 然后按照木头人的样子弄残疾 冠上雅药 派出去当作乞丐要钱 在事情调查清楚后 县令对这会人贩子 处以了凌迟之行 那么历朝历代 对上述这些人贩子 都是如何处置的呢 绝能这样说 那些泯灭人性的不法之人 都是历朝官府 咽打的对象 早在汉代时 就已经将拐卖 列为了如盗杀 伤人一般的大罪 处以折刑 就是俗称的大卸八块 唐朝时 官府明文规定 拐卖两家妇女儿童 首领直接叫刑 同伙流放三千里 犯人家属判处三年 有期徒刑 到了明朝 出生平民的朱元璋 定制了更为严苛的名律 对于采生哲歌这种恶行 明朝明确规定 不论是主犯还是从犯 都要处以刑法中 最残忍的酷刑 凌迟 而人贩子的妻与子 及同居家口 既是不知情 也要一并流放处置 可见古人对于这种 已经没有人性的犯罪 根本就是零容人 总之 不管这种罪行 究竟是因为什么起源 又因为什么一直延续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是令人发指的 是罪不容诸的 然而在古代 即便是如此残忍的酷刑 对于那些谋求利益的犯人 却依然愿意听而走心 因为在他们心中 早已没有了做人的底线 稀稀想来 我们该多么清醒 生活在了一个 最为文明与幸福的时代 面对没有底线的行为 我们只能这样说 或许人世间 最大的恶就是泯灭 是无视人性 有底线 有所不为 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 愿这世界 善恶终有报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评论区讨论 留下你宝贵的看法 最后 喜欢本期视频的观众老爷们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支持一下 不知觉与你下期再见